无道不孤 他缓缓开口 声音在这一刹那 传遍整个第四山海界 东圣心外梦浩双眼更亮 随着体内咔咔之声的传出 他明误更多 一切都可以成为线脉 这一点对其他真仙来说不可能 唯有自身正道的真仙才能做到 天地不可拘束 苍穹不可埋葬 星空不会成为牢笼 不需要天地去认可 因为真正的仙只会认可天地 不会反过来让天地去认可 梦浩心神轰鸣 那破碎的声音越来越大 他身体颤抖 双眼光芒一闪时 右手默然抬起 向着仙门一指 我自由修行太灵经 宁气大圆满 完美筑基 完美结丹 完美圆英 凝聚完美道果 以此突破 踏入永恒境界 永恒之下 我意不可灭 这永恒境界 就是我第111条线脉 开 梦浩声音难难 在内心回荡时 他体内的永恒境界 轰鸣间爆发 在他体内化作了点点金光 从虚幻中闪耀 瞬间凝聚在一起 出现在了他的110道仙脉旁 成为了第111脉 仙门震动 仙光爆发 仙气轰轰间 被强行地吸入梦浩的体内 急速地凝聚在那条 以永恒境界幻化的仙脉中 不断地涌入后 这条仙脉光芒越来越强 到了最后 骤然成形 与此同时 仙门四周 在那110条仙龙外 赫然出现了第111条仙龙 这条仙龙正是永恒 咆哮游走时 永恒之龙 喊动星空 这一刻地九山海众人一个个目瞪口呆 看着仙门外的那条永恒仙龙 所有人的心中都掀起了 淘天大浪 再 再开出了一条仙脉 他是人吗 莫非是古老的仙人转世 无数人失声 相比于那些修士 各宗的道敬老祖 此刻的震动才是最强烈的 他们人数很少 一个宗门家族 往往只有一人 此刻一个个瞬间 走出了彼此的闭关之地 站在了星空里 遥望东盛兴 方家出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 这些老祖一个个内心起了波动 神色内出现了复杂 这种人物若是让其成长起来 方家 大兴啊 未来的格局 怕是会出现一些变化了 这种事情对方家并非有利 对我等也一样不利 而对季家才是最不利之事 在他之前 上一个真身正道 是第四山海主地藏 如今此人也如此正道 这些个宗老祖目光闪动 可更多的却是迟疑 就在这时 孟昊那里身体轰鸣之声再次传出 仙光暴增 仙气无穷涌入孟昊的身躯 在他的体内赫然形成了 第112条仙脉 那是他以肉身真仙 强行凝聚的又一条气血仙脉 当明武仙脉的根本后 孟昊的眼前一切都再不同 仙脉出现的刹那 仙门旁第112条仙龙咆哮而出 这条仙龙每一寸鳞片下 都蕴含着惊天的气血 滔天而起 轰鸣八方 就在这时 突然的来自第九山顶 有一道光 漠然间的爆发 此光灰色 一瞬 穿梭星空 从第九山直奔东盛星而来 速度之快 眨眼就是无尽 更是在这灰色的光上 蕴含了因果的气息 仿佛任何生命 与这光碰触 都会被沾染了因果 都会被斩去因果 此光化作了一把斩因果的刀 轰轰而去 眨眼间就出现在了东盛星外 似要向着正凝聚先脉的梦号 一刀斩去 姬家 你敢 就在这时 一声冷横 漠然从东盛星上传出 方家祖宅下 家族地祖 那位道敬老祖 此刻神色一变 身体刹那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星空外 在了那灰光前 右手抬起 大袖一甩 立刻一股本源之力 无声无息的爆发 与那灰色的光碰触后 因果之力展现 可却层层碎灭 直接消散 道敬老祖退后几步 漠然抬头 神色内露出速上 右手一指星空 顿时一个巨大的波纹 横扫八方 形成了一个罩子 将这四周的星空 连同东盛星都笼罩在内 谁敢动我方家的麒麟子 老夫就和谁没完 至于你计较 别逼老夫 请出一代老祖的尸体 背去地九山 和你们玩命 方家道敬地祖 是一个白发老者 身体极为魁梧 高大的身影 站在星空中 本源的气息 在他的身上散开 仿佛就算是天地 在他的面前 都要于这本源之力下低头 他目中露出闪电一般的光 冷眼看着前方 仿佛可以穿透虚无 让星空豁出一道缝隙 落在地九山的山顶 这一刻 地九山海内的 所有宗门家族中的 道敬老祖 一个个都在星空内 凝望东盛兴 每个人都很安静 没有人说话 但他们目中露出的闪烁 似内心并不平静 地九山海 季家是至尊 以往尽管各个宗门 明面上与季家争锋 可实际上 面对季家都颇为忌惮 若真有利益争斗时 往往会退步 多少年来 很少会出现这种真正的 针锋相对的事情 可如今 在方家出现了 这一切都是因一个人 孟浩 发生在道敬的事情 整个地九山海 道敬以下无法知晓 唯有古境巅峰的修饰 才可感受到星空中的压抑 至于其他人 无法察觉 就算是孟浩 如今也都不知晓 他的这一次开仙脉 居然引起了季家的杀机 而方家的老祖 则选择了霸道户短 星空内寂静 短暂的沉默后 季家回答方家地主的 是一声冷横 随着冷横的传出 一股更强的波动 漠然间从地九山上爆发出来 方家地主面色一变 就在这时 突然的从地九海上 从九海神界内 传出了一个声音 这声音沧桑无比 眨眼就回荡 整个地九山海内 外人听不到 可地九山海中 这来自各宗各家族内 明面上显露出的 不到二十个的道敬老祖们 却是一个个心头震动 方墨是我九海神界的 核心弟子 几乎在这声音传出的同时 季节传出的气势 微微一顿 紧接着 从西赫星上 三大道门中的太行剑宗内 也有一个阴冷的声音 似从远古岁月飘忽而来 回荡地九山海 方墨是我三大道门选中的第一人 这句话传出后 季节的气势再次一顿 少了一些 似乎出现了迟疑 方墨与我仙谷道场有缘 同辈相争允许 隔代灭杀 不行 在季节迟疑的场 同样是在地九山上的 仙谷道场内有一个平静的声音 但也不可小看 会让季节也元气受损 可若加上三大道门 就算是季节比任何一个宗门家族都强大 可三大道门联手 本就可以与季节抗衡 如今方家也出现了 对于季节而言 若处理不好 很有可能是一场九山海的大战 更重要的是 三大道门的底蕴太深了 山海主偿唤 道门却永恒存在 这些老祖一个个目光闪动 可其中也有一些与季节关系紧密 此刻看向东盛星时 已有冷漠 季节沉默 气势慢慢的减少 到了最后 此横梁之后 有一个沧桑的声音传了出来 蜘蛛 声音之后 季节的气息彻底的消散了 三大道门的气息 也在星空中算去 地九山海恢复如常 此事的发生 知晓的人太少 方家道敬老祖没有回归 而是盘西坐在了星空 他竟是要亲自去为孟昊护发 遥遥看着孟昊所在的 心门的方向 这位方家的道敬老祖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目中有了期待 小伙子 展现你所有的潜力 露出你所有的证明 不要害怕 我被修饰 就是要活一个辉煌 四冥冥中有了巧合 几乎在这方家道敬老祖 隔空看下孟昊的刹那 孟昊那里 体内再次传出了 今天的轰鸣 在这轰鸣中 他头发飞扬 衣衫飘舞 鲜光璀璨 心气轰隆隆的翻滚的 将他弥漫 孟昊目露精芒 在开出了一百一十二条 鲜脉后 他彻底的明误了 什么是鲜脉 既然要证明 那么就索性 证明到底 他本就打算 这一次崛起 要彻底的 一鸣惊人 我也想知道 我自己 到底能开出多少脉 这一百一十三脉 以禁为脉 风妖地八禁 修身禁 就是我的一百一十三脉 孟昊右手掐绝 向外猛的一挥 体内轰鸣之声 更为强烈 外人看不到 此刻的他 身体中的风妖地八禁 化作了符纹 随着仙气的轰轰涌入 正快速的凝聚 很快的 就化作了一条仙脉 在吸收了 惊人的仙气后 彻底的成形 孟昊身上的气息 在这一刻 更强起来 与此同时 在仙门外 第一百一十三条仙龙 咆哮而出 嘶吼传遍八方 轰动地九山海 这条仙龙 全身流转奇光 若看得时间长了 仿佛修为会凝固 仿佛身体会被 失去动弹之力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修饰 内心强烈的震颤 可还没等他们 哗然的声音传出 孟昊那里 身体内再次轰鸣 他竟是要去 连开仙脉 风妖第七进 因果进 在这一刻 与孟昊体内凝聚 因果的气息 在他的身体内扩散 可却没有一丝一毫 散出身体外 在仙气的涌入下 一柱相后 赫然成形 一百一十四脉 仙龙咆哮 再多一条 此龙争鸣身上散出 阵阵因果之力 惊天动地 让季节那里 气息隐隐似 又要爆发 但最终却沉寂下来 再开 孟昊双眼露出执着 随着风妖进法 凝聚先脉 他的气息也更为强悍 此刻在体内 默然间将风妖第六进 生死进 也凝聚成为了仙脉 轰隆的巨响 在他的体内传出后 第九山海关注这里的修士 早已是目瞪口呆 很快的 当第六进在孟号体内 形成了仙脉 仙门四周 第一百一十五条仙龙 咆哮而出之后 举世震惊 一百一十五脉 这方号 他到底要开出多少脉啊 如此天骄 前所未有啊 为什么他能开出这么多仙脉 而其他人最多只是九十八脉 这里面莫非有什么原因 不可能一个人的积累与资质 到了如此妖孽的程度啊 第九山海震撼 无数修士哗然 当孟号百脉时 他们震惊 可如今亲眼看到孟号 开出一百一十五脉后 他们的震惊 变成了怀疑 他们不理解 为何孟号这里 居然将所有人 都落下那么远的距离 东圣兴方家的族人 在振奋中也纷纷起了猜测 种种思绪都有 唯独嫡系一脉 纯粹一些 此刻越发的激动 方卫盯着天空 他的双手死死的握住 是因为他的针线 是自身正道吗 方卫内心难难 他深吸口气 再次闭上了眼 他下定决心 不再去看 不管你开出多少卖 我有涅槃果 一样杀你 这一刻 不但是方家这里 明误了关键 地久山海内 所有的真仙天骄 如今也都看出了端倪 在明白了原由后 他们内心苦涩 原来自身正道 可以如此 可这自身正道 太难太难了 这孟昊必定是有无法形容的造化 这才成功的走上了这条路 修行本就逆天之事 就算他开出了一百一十五脉又如何 我等有秘书家身 并非不能一战 在这地久山海众人议论时 孟昊这里漠然的抬头 他体内修为波动滔天 所有的修为之力 都在快速地转化成仙力 仙力的回荡 让他感受到了自身的强悍 那是比之前没有推开仙门时 难以去表示的暴增 我还可以更强 仙脉一百一十五 不是尽头 孟昊一咬牙 此刻的他双眼充满了血丝 可目中的执着 近乎风魔 风调第五进 正反进 孟昊右手默然抬起 在他的手心内 有一个纸巾盖大小的虚无裂缝 默然的出现 随后他猛的一握拳 轰的一声 在他的身体内赫然出现了这条虚无的缝隙 无穷无尽的仙气 一瞬被吸收而来 疯狂的涌入下 孟昊身体颤抖 面色苍白 身体仿佛要撕裂 毕竟这第五进 他如今只是勉强展开 此进应该是骨质巅峰 才可操控的恐怖道法 给我开 孟昊一声低吼 他体内轰鸣更大 咔咔声中 仙气无穷而来 时间流逝 直至过去了两炷香 孟昊忍着身体的剧痛 在喷出一口鲜血后 笑声传遍四周 笑声里 他的身体中 第116条鲜脉 轰隆的凝聚出来 强行凝聚 这鲜脉不稳 可哪怕不稳 也依旧出现 让孟昊的气息轰然暴增的同时 在仙门外出现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仙龙 那是一条处于虚幻与真实的仙龙 时而模糊 时而清晰 游走间 虚无似要坍塌 时而凹陷 时而突起 让所有看到者 都倒吸口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